如逢麻坡一名59岁的男子 在家中强奸和鸡奸只有15岁的妓女之后 还逃走躲藏将近4个月 不过依然难逃罚网被捕 他今天在强奸罪名下被控上麻坡地庭 被告在聆听三项控状之后全部否认有罪 根据控状身为自雇人士的被告 被控去年11月15号 在武吉哈冯的家中强奸并鸡奸妓女 分别抵触刑事法典第376条文的强奸罪名 以及第377-C的违反自然性行为条文 同时被告还触犯了2017年 性侵儿童罪行法令第14支A条文 一旦三项罪名成立 他将面对最高监禁20年 以及鞭持至少10下的刑罚 控方也以被告不配合调查为由 要求不准保释 因此法官伊万预令被告还押候审 直到下个月27号过堂 lnc dc d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